您請 剛剛還好好的 突然就斷電了 您給看看是怎麼回事 就是經常這樣 還是偶爾這樣啊 第一次 以前從來不這樣 那我得做一次全面的檢查 看一下是什麼原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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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 小心点 他来干什么 马上就要十点半了 绝对不能让他坏了事 抓住他 小山 找人这事交给我 在长沙什么样的人我找不到 你听我的安排 别再瞎哭闹了行吗 太危险了 又是枪又是逃跑的 行 你说的这个八哥是又狡猾又警惕的人 如果他不出门不去配眼睛 你怎么找他 哥 他不会选择那些高档的眼睛店 门面小地方偏是他的优先选择 最好还能送货上门 这家眼睛店附近的人员构成 应该会相对比较复杂 行 你分析得都对 那长沙这么多家眼睛店 一家一家地找 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那你就能确保许年一定能找到八哥吗 我 他又不是神仙也不是千里眼 从你找他帮忙到现在 连二十四小时都没有 而且他要找的那个人 是个非常聪明能藏的人 我就不信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找到那个人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咱们在这里赶等着 行行行行 你别再说了 说白了你就是不相信人 小沈 你就不能一天到晚呢 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 好 你就算是不相信许年 你还相信不了我吗 在这件事情上 我谁都不相信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混账 我警告你小沈 你不要再凭着 自己有几分聪明 再一意孤行下去了 爸已经被你害死了 哥 我们兵分两路 你待会儿打电话 去找许年 我去眼镜店再找找 一个小时之后 会把电话打到 坡子街的公用电话亭 如果许年找到了八哥的话 你在那里等我 我们在那里会合 行行行行 不客气 好停 谢谢 不客气 老板 配眼镜啊 老板 你这里能送回上门吗 不好意思 小店人少 老板家伙计就我一个 没法送回上门 谢谢了 来 你嘴怎么那么欠 他心里已经那么难受 你还说他 他都是大人 你还把他当小孩呢 你嘴怎么那么欠呢 我已经可以确认 屈文贼是从水路走的 坐了逍遥居 发卖老公的船 送他上船的人 还有逍遥居 对于这件事情的知情情况 我现在还在查 不过今天下午牛二红的死 却让我离那个内奸 更近了一点 牛二红不是死得干干净净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吗 我找到了那个内奸 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 我问过上午在卫生间 抽过烟的人 去过几次 抽过几只 互相都有人证 可以对得上 出现的卫生间的烟头 应该是三十三个 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 只有三十二个 少了一个烟头 一个金黄牌相应的烟头 你是说 内奸是把情报掐在了烟头上 然后传给了牛二红 可是 他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和细节 怎么向外传递情报 他只需要让他的同伙 叮嘱负责行动的人就可以了 我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个内奸 会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 你有具体的目标吗 上午在会议室开会的所有人 抽烟的习惯我都知道 通过那个消失的烟头 我把目标 缩小到了三个人 李良 他果然有问题 果然 你还知道些什么 屈文志死的那天晚上 我上到顶楼的时候 屈文志的保镖已经堵在了电梯间 好像事先得到了消息 你一个人上去呢 对 我让李良在外面接应 老伯爷 他停车的斜对面 是一个公用电话亭 还有 我回到旅店之后 他单独出去过 并且跟人动过手 据他说 他是出去找女人了 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罪汉 言语不合打了起来 他胳膊上的伤口 明显是被一种薄而锋利的特制刀片划伤的 普通的罪汉可没有那样的刀具 看来这个力量 是要好好查一查了 小山 刚刚那个服务员都跟我说了 楼上一共两个包间 一号包间里面只有一个人 二号包间里面全是女单 别看了 别看了 那不云家大少爷吗 快 给军动陈长官打电话 人都没影了 兴许是看错了呢 看错了咱也不能知情不报 你不知道军统正在找他们 咱可耐不起这个责任 走 我派去的人出了门向左追 一直追了两条街 没发现云洪生和云洪起的踪迹 八哥有线索了吗 还没有 正在找 难道就没有一个好消息 对 是我 什么 你发现了云家的两个少爷 这刚找到八哥 八哥就死了 白费这么大劲了 真是倒霉 八哥死了可情报呢 他不会一直拿在手里 手情侣射 走 好 先生 您住店 老板 我们是三零二房间 米先生的朋友 他不在这儿住了 让我们来帮他拿东西 这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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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唐河的目标也太大了 如果把他带在身上的话 也不方便 所以情报肯定不会在这个盒子里面 我倒不这么觉得 你想啊 如果按你说的 他应该放在明面上才是啊 他为什么放到这个里面呢 这不多此一举吗 哥 看一下试试嘛 我们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试探一些美丸 不合适 别再试探它了 这是他爸留给他的 给我看一下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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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吧 让一下 这个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你说的那个 是 是不是 没错 走 是 小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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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个东西 还是要给米兰的 毕竟是他爸留给他唯一的遗物 你想什么时候交给他呢 没想好 我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哥 我们现在还得继续东躲西藏 带着这么个大箱子既不安全也不方便 不如 我们把它交给小刀怎么样 好啊 那我们走 跟我走 八哥 虽然你打跑了一波特务 但是肯定会有一波新的特务补上 这个箱子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 回到家就把它放在后备箱里面 记住了 大少爷 二少爷 还要其他的吩咐吗 你辛苦了 赶快回去吧 好 我走了 哥 我去看看那眼睛修好了没有 嗯 报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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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我去世了 我们坐这儿人来人往的 做起事来都不方便 你看啊 咱们坐在这儿 这后面呢 全部都是居民楼 现在全都已经被烧毁了 这边藏不住人 凶手也不可能藏在这边 你再看那边 哪边 哥别动 用眼睛去看 我不动怎么用眼睛看 哥 哥 如果不绕过去 这边藏不住人 凶手没法藏在这边 金门之前我都已经看过了 如果凶手想要选择最佳位置的话 那只有那个房顶的角落了 可这房顶的角落 前面有一颗绿纸挡着 所以这个位置 是一个狙击猛烈 请 optimistic 慈ando 紫森 水瑜 水瑜 金梳不可不读 居身无欺至谷 要此要有地方 不堪 闻夜明 看姐姐给你们戴什么了 想姐姐了是不是 姐姐知道你们问了 来 一人一个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你让我等的人就是她吗 杨叔叔说 她每次来都会带一些吃的 照顾这些小孩 还教他们读书 我看她就是做戏给别人看的 她每次来都闭着人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比这些孩子们都很真实 不乖不乖啊 不像是在做戏 所以呢 我想 在她心里 一定也有一块伤心之地 她没有做戏给别人看 她不是坏人 她也不是杀死爸爸的 直接凶手 有这个可能 她应该 也是掉进别人的圈套里面了 是 小深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你现在说的这些话 就代表着你之前的推论 就不成立 那么 你顺着她这颗疼 也摸不到你想要的瓜 哥 密码本在我手里 那个人只要出现 我肯定会知道的 因为密药 在她手上 密什么 密药 就是密码本的钥匙 牟匙啊 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啊 进来吧 姚叔叔 红身呢 来 坐吧 怎么 还不睡啊 睡不着 姚叔叔 我爸有没有跟你提过子爵这个人 我知道这个人 子爵死的那天晚上 我在火车站的橱柜里 找到了一样东西 一封很奇怪的家书 您怎么知道 我和你爸爸之间有一个约定 就是不管 我们两个其中谁发生了意外 都要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对方 你爸爸早有安排 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我爸做事向来周全 当时要不是我昏了头 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搞定 红身 你还年轻 你爸爸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走过来的 可是杨叔叔 有一点 我爸为什么把八哥的情况告诉法国人 这点我怎么也想不通 你爸爸追踪昆吾追踪了五年 可是这五年来一点头绪都没有 最近这个昆吾却突然出现了 所以你爸爸怀疑 昆吾一定是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阴谋 可是事发突然 你爸爸得到的讯息 却少之又少 他不敢确定这个阴谋到底是什么 那么他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法国人 想借法国人的手 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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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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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 爸 我要破解白河的情报 你帮帮我 他只是建了一座迷宫 只要辨别清楚方向 你就可以走出来 可是爸 我现在已经迷路了 我找不到方向 那就换一种思维 比如一片树叶 你要把它藏匿起来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把一片树叶隐藏 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方法是 把这片树叶隐藏在一片树林当中 你手上的那本书就是一片树林 密码就是被藏匿起来的树叶 把它找出来 掉下一个树叶 加树叶 回来 掉下一个树叶 下一个树叶 就这叶子 从来 你们不要来 那公园叶 感谢观看